就是不得以查验核酸阴性证明 作为就医转送病人和接诊的限制 这个我们是反复强调了 也有明确的要求 那么各级医疗机构呢 就是要严格执行 手诊负责制和极为重症抢救制度 不得推诿或延误治疗 那么对于不能排除啊 这个新冠病毒感染 但又需要紧急救治的 或者是入院治疗的极为重症的患者呢 有关的医疗机构要在急救的这个抢救室 手术室病房等合理的设置缓冲区 就是在积极抢救的同时呢 快速的开展核酸检测和抗原检测 排除新冠后呢 它再转入普通的病房 那么是急救中心呢 安排急救车辆呢 也优先保障 极为重症患者 孕产妇和新生儿的转运救治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